第310集 恒山千沙 莫小鱼还没起床 就被一阵手机铃声给吵醒了 解冻之后听到了白鹿的声音 莫小鱼 你在哪个酒店 我去接你 找你有事 国贸 你上来吧 我再睡一会儿 困死了 我的房间后是 莫小鱼说完 倒头又睡了 昨天晚上死活睡不着 想了很多的事 而且莫小鱼有个最大的毛病 就是寄床 换一个地方好几晚都睡不好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响起了敲门声 莫小鱼挣扎的爬起来 裹上浴巾去开了门 一身休闲服饰的白鹿 翘生生的站在了门口 进来吧 怎么今天这么早啊 现在不到七点嘛 莫小鱼嘟囔的 哇 莫小鱼 你可以啊 你一个人居然住这么高级的酒店 还是套房 是不是有钱烧的 不过呢 我倒是省心了 看了以后出去 不用舔着脸再向局里申请资金了 白鹿笑着将包扔到了沙发上 坐在椅子上笑道 哎哎哎哎 你打住吧 我这是求人家来办事的 还不是人家说住哪里就住哪里啊 对吧 再说了你那是公事 我这是私事 你还是分清比较好 莫小鱼身体一歪 又躺到了大床上 不要睡了 起来 找你真的有事 你竟然同意帮我了 我找了一个朋友 给你辅导一下语言 这一关你要是过不了 到时候会死得很难看 白鹿说道 喂喂喂喂 你真打算让我跟着你去啊 我这算啥呀 死了也没有抚恤金吧 没有 但是你有自由啊 你有本事能搞回什么来 那也是你的本事 我绝不插手 也不汇报 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白鹿问道 莫小鱼沉默了一下 开始穿衣服 这家伙喜欢裸睡 当着白鹿的面 居然站起来去拿衣服 白鹿不由的说道 哎哎哎哎 这里还有个女人呢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无耻啊 这不是对你违训吗 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 你我出去 肯定要扮成情侣或者夫妻 你想啊 要是你一点都不熟悉我 那到时候你怎么会演得像呢 莫小鱼笑道 白鹿虽然暗骂这家伙无耻 但不得不说 他考虑的的确很周全 而且进入角色很快 一辆不起眼的小汽车 跑在大街上 绝没有人愿意看第二眼 低调永远是一个特工人员 保命的最重要的本事 这儿要带我去哪儿啊 到了你就知道了 我警告你啊 我这么做是违反规定的 你给我好好学 否则 我随时有终止合作的权利 嘿 我怎么听着 这倒像是我在求你呢 你搞清楚好吧 莫小鱼说道 这不重要 因为你知道这里面的好处 而且一定程度来说 是我借着局里的资源 在为你谋私利 我说的没错吧 你之所以答应帮我 还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白鹿问道 哎 话不能这么说啊 白小姐 我觉得你真的应该好好学学 怎么说话了 一样的话 你换一个顺序说 结果就很不一样 举个例子 如果说一个女大学生 每天晚上都去夜总会陪酒 听起来不大好听吧 但是呢 如果说一个夜总会的小姐 白天坚持到大学听课 这听起来是不是充满了正能量呢 强词多利 还不是一样 白鹿真是服了莫小鱼这张嘴了 哎 你不信是吧 我再举个例子 你就能深刻体会我的意思了 如果说 我想和你一起睡觉 你肯定骂我是流氓 对不对 但是我要说 我想和你一起起床呢 是不是有点须之魔的味道了 滚 再胡说 我一脚把你蹬下去 白鹿白了莫小鱼一眼说道 哎 所以呢 我的事呢 你如果说 我是想搭你们的顺风车牟利 这样就很不好 但如果说 爱国青年莫小鱼 积极帮助官人员完成任务 这就凸显了我的爱国精神 对不对 这样多好 皆大欢喜啊 莫小鱼笑道 行啊 你说我不会说话 我看你待会儿会不会说 好好学 否则看我怎么收拾你 白鹿咬牙倒 莫小鱼以为白鹿会把自己带到 某个学校的外语系之类的地方 但是没有想到白鹿把自己带到了他的一个朋友那里 白鹿在前 莫小鱼在后 进了一个小区的一个单元 出了电梯 外面的一切都显示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居民区 但是当白鹿敲开了一家的防盗门时 莫小鱼惊呆了 防盗门外面啊 什么都看不出来 但是进去之后 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日本家庭的布置样式 千少小姐 又来麻烦你了 白鹿一弯腰 对开门的一个日本女人问候道 白小姐客气了 请进来吧 虽然这个小牛儿已经没有多少日本人的痕迹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 很难让人不往日本女人身上联想 进门拖鞋 然后整个客厅都是那种榻榻米的样式 在客厅的中央啊 一个方桌已经放好了 还有刚刚弃好的茶 看来这个千莎小姐早就知道他们要来 这位是我的表弟 叫莫小鱼 小鱼 这位就是你的日语老师 恒山千莎小姐 也是我的朋友 白鹿介绍道 千莎老师您好 请多关照 莫小鱼微微恭邀说道 这个地方不对 在日本男人对女人表示尊敬时 弯腰不要那么厉害 意思一下就可以了 你这么做 一看就是刻意为之 不自然的 恒山千莎不客气地指出了莫小鱼的不足 莫小鱼于是重新做了一遍 直到第七遍时 恒山千莎才算满意地认可了莫小鱼的动作 莫小鱼心想 哇靠 还真是个变态 一个鞠躬居然要飞了那么多条 莫先生对日本的什么事情最熟悉呢 当然是日本人和日本车了 莫小鱼说道 哦 说说看 你知道哪些日本车和让你记住的日本人 恒山千莎鼓励地说道 车嘛 那肯定就是丰田 本田 双田嘛 对不对 人的话呢 我最喜欢的一个日本演员高苍健 不过好像过世了啊 女演员那就多了 西野祥 苍景空 还有剥夺野节衣 是不是这方面嘛 很多很多啊 莫小鱼的话 让恒山千莎有点脸红 但是白鹿好像不知道这些明星似的 看着莫小鱼说的头头是道 感觉啊 他说的还不错似的